马前总统现在到希腊去 他也出席了这个德尔菲的经济论坛 那昨天有很多话 现在被大做文章 也民进党的侧义啊 民进党的立委啊 甚至连这个 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啊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陆委会全部都跟进了 我们先讲讲马英九他喊话说 他不希望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 大陆要停止派军机来绕台 他特别进行了喊话 那不过他也提到说 蔡英文所主张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的互不隶属说 这本身是违宪的 而同样他也不赞成 我们但是委会呢 大动作的跳脚说 这是一个失态 而且顺应中共的说辞 在外国人面前批评现任总统 杨明哥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只要今天讲到这个所谓 不管是九二共识也好 或者是说什么一中原则 一中各表 目前国内永远就是用这样的态度 就是我们的执政党是不会去认 所谓的九二共识 但是我就给大家看 这个我们的陆委会的法源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如果没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没有陆委会的存在 来你看一下这个第二条 你看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 就写得很清楚啦 我国的宪法的架构 我们先不管实际的是怎么样 但是宪法架构它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领土 这是我们认为的 当然这个认为在全球 我相信没有太多国家 也就是我们的邦交国 过去我们的邦交国是承认我们是唯一的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瓜地马拉总统 他会讲出那样说 我是唯一且真正的中国这句话 这个中国的代表权之争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是跟对岸去做竞逐这个所谓的中国代表权 可是当民进党来的时候 民进党的执政 你不要忘记从九二共识 1992年到现在大概30多年的时间 30年来里面有15年是民进党执政 有大概一半的时间 这一半的时间 民进党不跟你玩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游戏 他们就直接把中华民国已经独立 他的名字叫做台湾 也就是他们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精神 放进去 那蔡英文总统他再进一步的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确实如果今天我们从我们的 不管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征修条文 或者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样的论述 其实确实是在法理上面会有问题 但是在食物上 我们讲那个赖清德最喜欢讲物食 食物上确实两个国家各有各自的主权领土人民 这个是食物面 但是我们的法治面 我们一直中华民国一直认为 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唯一代表权 这个这个旗舰目前我们没有无解 无解 所以无解之后呢 那为什么两岸可以交流 两岸可以交流就是因为 各自争议 就是即便我们认为说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 但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 我们叫做 治权互不否认 主权互不承认 这个是马英九 他任内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就是彼此 我们都不承认彼此的主权 但是我们彼此的治权 你不能去否认 好 这个这样的一个论述 包括九二共识 就是说让彼此之间的关系 两岸关系模糊化 模糊化之后才能进一步的交流 去做谈判等等的 这也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可是现在的民进党执政是不谈务实 不谈这个务实 他要的务实是 我要直接诉求所谓的中华民国已经独立 所以当他讲出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上就是赋予这个国家 也就是所谓实质两国论 那当然这个实质两国论 也就会让两岸关系陷入一个 就是说对岸无法接受的状况 共击老台自然也就会不断的发生 那这种军事的压力会让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 以前在比如说胡锦涛或者是 这个这个在前一位 这个温家宝等等的 这些他们对岸的领导人 他们可能是用所谓的 你不独我就不 对 就你只要不谈独立 我们什么都可以谈 现在慢慢的倾向 是倾向说 看起来发展是往这个所谓的 你不同 我 你不同我就 慢慢的往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 台湾这一块 我们还是秉持着 就是说我就是独立 不然怎么样 你也打我啊 如果你是不断的用这样的态度的话 两岸关系只会恶化到 我们前所未有的地步 好不容易1992年 我们先不管92共识存在不存在 或是什么 有一堆的论战 但是92共识确实是两岸关系 破冰的基础 破冰的基础 后来能够有什么几十项的协议 什么ECFA 什么两岸的这个交流往来 能够不断的往前 小三通大三通 全部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做 扩进一步的交流 而当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连 如果今天我们的陆委会是连92共识都不想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回到1992年以前的 冰封时代 那两岸关系冰封对谁好 对谁好 我就只要问一句 当陆委会主委邱泰山自己都说 ECFA是两岸必须要的 这个什么两岸交流贸易很重要啊什么的 哦我不禁怀疑 奇怪陆委会讲到92共识 跟讲到ECFA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陆委会 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所以当今天马前总统老实说了 92共识他能不能存活也不是一个前总统说了算 这也要两岸彼此要有默契的 可是现在的执政党是打自己人打得比对岸还凶 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因为现在在我们在国际上只剩一种论述 就叫做台湾独立论 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在外面都是只能讲台湾 不能讲中华民国 其实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是在消灭中华民国 可是一个主张中华民国不断 实际存在的前总统去国际的论坛 发表他在任内他一贯的论述 他一贯的论述就是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包含了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这是他的宪政架构的理论 结果要被陆委会去修理 其实这完全就是一个 我觉得在国际上会给人家一种 你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 老实说我觉得 如果今天是外交部打也就算了 吴钊燮常常喜欢做战狼的这种模式 如果今天是吴钊燮讲也就算了 陆委会不适合 因为陆委会本身就是在两岸的 宪政架构下产生的产物 否则民党党政府就废掉陆委会 直接由外交部去处理 这个所谓的对中国的关系 他们也不敢 也不敢 好于是呢 你就只能用所谓的内宣模式 去攻击马英九的这个两岸论述 可是自己又提不出一个两岸 能够可长可久论述的时候 那就只能讲 这就是政治攻防 政治的操作而已 所以其实这是很可悲的 当我们的政府机关 没有去务实的处理 两岸人民关系的相关的权益啦 比如说 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 这个台湾的人民在对岸 被关押啊被羁押啊被逮捕啊 等等的 我们的政府能够做什么呢 其实这才是我觉得最悲哀的地方 我们实际有 真正碰到的问题 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帮忙解决 但是当我们的这个前总统在国外 去论述他的立场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会不断的修理他 这是我们喜欢看到的样子吗 其实中华民国到底长什么样子 是由我们全部的中华民国国民来决定的 每一次其实我一直都讲是每四年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就是一个最好的国家定位投票 那过去两届从2016到2020是民进党获得了多数的选票 那现在的国际情势很快的2024 很多人说啊战争与和平也好 民进党说不是不是战争与和平 还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好我们就来给所有的民众来选择看看 请问你2024到2028这四年你期待两岸关系能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你是要每天继续共击老台兵凶站围的气氛 还是你希望两岸能够相对来讲能够比较和平的维持在现状去讨论 下一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两岸如何去互动 我觉得这都是未来2024的总统的候选人都必须要面对不能回避的 马前总统没有要选总统啊 马前总统没有要选总统啊 虽然说有一些这个网路上也许有一些互质 啊马前总统来选好了 马前总统不会选总统但是他要主张的是 那一个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中华民国架构 他是不能放弃的而我们的政府去羞辱我们的前总统的时候 其实只是让外国看笑话 没错我也感谢我们关注朋友们刚刚的抖内 感谢这个陆比的抖内说看到我跟这个亮哥的合唱啊 非常感谢他说他想要听韩冰歌 韩冰偶像唱歌非常感谢陆比的抖内 也感谢我们蔬菜阿斯的抖内 他跟我们说声午安平安健康说 太小看绿蛙的战力了 只要我们的无人机跟战机贴上了尤达的照片 机头换成了扫把头一直这个广播扣扣叫的 在交叉使中的这个大可不必 大陆的战机跟无人机就会笑的掉下来 也感谢我们的许文灯的抖内 说他们当兵时都知道汉光演习最熟的不是长官 而是叫老美去找当地小黄问一下 什么都知道了 也感谢何彦先生的抖内说 九二共事只是交流用两岸解放中需政治谈判 否则只能一战了 他说他是他的小小看法狗废火车 也感谢我们的陈灿耀教授 他说当然要打自己人凶啊 他们只在意要执政 根本不在意国际上或是两岸之间 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用抖内的方式 来提供他们个人的想法 那当然我也要问一下我们上志哥 未来念一念我们的副院长 新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讲的话 也是呼应了陆委会 同时也在骂马英九 说马英九这一期话是失格 应该想办法让中华民国 还有帮台湾在国际上面加分 我想由郑文灿来喊出这期话 特别讽刺 而且要加什么样的分呢 在国际上又要打开什么样的能见度呢 难道是要加你当初在这个巴德羽球场 天花板掉下来 让国际看到台湾那时所失的分数吗 这问题我先讲到陆委会 我想观众朋友跟我们在媒体一样 我们都觉得陆委会 这一大阵子这大半年来 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 你最近不是讲说春暖花开吗 什么之类期待什么对话 又觉得还蛮上道的 可是后来在这过程里头有些拉扯 结果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在这里我也很公开讲 其实原因很简单 各位现在谁在里头当副主委 梁文杰 梁文杰其实当副主委之后 就人格分裂了 其实当时邱太三再进去 我为什么会这样据名讲 我待会具体举例子 这个当然是我还是 因为我跑两岸的部分 我已经跑30年了 对陆委会很多状况是很清楚的 要知道全台湾如果有任何一个部会 长久以来对中国大陆是真正了解的 真的就是陆委会 对是陆委会外交部那些不太懂陆委会就是懂啊 蔡英文当时也在陆委会 陆委会里面虽然有很多人在孤王会谈区都退休了 可年轻一辈的部分也都持续下来 所以里面也都很闷 里面也都很辛苦 最近陆委会的从各部分的处长 大家都忙死了 忙着什么呢 到处私下都在建台商在约台山谈ECFA 可是就有梁文杰在扯后腿待会来讲 陆委会最近在忙些什么 对陆委会是这样子 最近他们里面的很多的你知道都在约谈台商各部会 因为ECFA的部分收拢收紧的影响 都听到很多的风声都很紧张 所以也就是说真的在基层处长级以下 大家都很辛苦 比如说以港澳处来说 都知道我们现在跟港澳关系 基本上断掉也没有办法派人过去 他们还是很积极约了一些 在香港的台商来谈或等等的 包括最近也都请他们看看能不能组 是不是能够帮忙组年底的选举观察团 然后大家都想很远都已经想半年后 这个就是政府非这些政治操弄的 这些头头主委副主委 其他真的是底下的人 大家都认真情情可能在做 因为他们真的懂大路嘛 可是为什么就具体点名梁文杰 我在政治评论是很少点名的 可是梁文杰是真的很可恶 他最近就进入委会当副主委 就像那些所有东厂藏道里面 有些权力机制之后 就在里头即使不是他小管的业务 都要说三道四 我想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新闻的同业 叫曾静一 曾静一其实他过去是 TVBS的创台元老就留在香港 在留在香港30多年也嫁给大陆人 然后生了小孩都已经很大了 所以他在今年被选做政协委员 那么全国政协当中 他主要代表的是在香港的台湾人 特别帮香港的台商发声 各位要知道其实台商很多 都是跟北京关系很好 上海关系很好 香港的台商相对是 其实是比较弱势没有发挥管道 那曾静一也是代表他们 结果选上之后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结果在那个委会内部开会 就是有一个人跳出来说 梁文杰 其实这跟他梁文杰的业务没有直接关 他说这个要罚 要罚他50万 他在会议头就坚持要这么做 是他主导要这么做 所以很多在香港台商就很生气 是我们的部分的一个反问的 这种管道你在干什么 或者你要弄清楚吧 当然你又依照法令等等之类的 我要具体讲就是梁文杰主导要求的 所以各位现在在看到 所有批评马英九刚刚讲 你仔细看所有批评马英九 包括郑文杰批评马英九的东西 你回去看过去梁文杰 在无论在电视上 在各方面 他私下在媒体里头批评 马英九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思路跟用词嘛 所以要知道其实邱泰山作为小英 蔡英文找他在座两个当中 本来就希望有一个能够有些和缓 甚至有一些对话空间 即使不能政治对话 包括透过台商 透过很多的方式 邱泰山的身段也是很好很软的 在台商方面对他评价都很好 可是梁文杰接副主委之后 就老是在搞这些意识形态 你都觉得陆委会为什么人格分裂 这时候又很软那时候很硬 原因就在此 我想在这里我公开批评 我也公开指出原因在此 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在看待很多 现在民进党执政当中 我们在媒体里头 民嘴批评 我们当然都骂 可是我们当然也很清楚 在这里头 这里头有很多的决策 我倒不是说基层公务员 而是很多的部会的公务员 他们事实上很专业 两岸当中有谁比陆委会 更熟悉更专业两岸呢 怎么可能犯罪所有东西 他们谈很多 现在谈不了他们也很闷 可是问题是 就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主管嘛 你说邱泰山当中 先前就有很多和缓 希望营造很多对话 特别透过台商 可梁文杰进去都一直在搞意识形态嘛 所有一切 陆委会最近所有所有的 意识形态的发言新闻稿 都是梁文杰 都是梁文杰 我可以在此公开这样子讲嘛 那当然我都有查证过了 所以现在就一直在破坏两岸关系 就这么一两个老鼠屎 在里头始终破坏着 包括现在ECFA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根本不care你ECFA 梁文杰根本不careECFA ECFA被收掉根本无所谓 他就不断的还是在 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 影响层面这么大 所以来批评马总统的部分 那指过他是顺嘴讲几句 他可能心里都还很高兴的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